我在這裡要請問院長 我們的能源政策 真的不能夠檢討嗎 政治理想 是能夠拿來當作政策的實習 黑河家園是民進黨的理想 但是理想拿來當作能源政策 就變成發尘火力發電的 烏煙瘴氣的台灣 而這個過程當中 還不斷地在停電 所以理想是不可以當政策 就好像理想不能夠當飯吃一樣 那麼簡單 委員長辛苦了 委員你好 今天的議題真的非常嚴肅 因為今天談的是303停電的專案報告 那麼幾年來五次大停電 的確是非常嚴重 既然是電的問題 就先讓我們回歸到電的基本課題 我還是一樣 我先彙整了我的資料之後 再請院長你來回答 我們看一下這是上週五 我們按照燃料別的用電曲線圖 最低的用電量大約在2500萬千瓦 最高的用電量大約是3100萬千瓦 而現在還沒有進入到夏季喔 清明節過後的用電量會開始不斷地往上攀升 如果按照昨天的用電量最佳的供電結構 應該是可長時間連續運轉的機載電力 核能機組燃煤機組應該要提供 2500萬千瓦 而清晨三載並聯發電的中載電力也就是燃氣機組 是支援中午過後用電高峰的600萬千瓦 到了晚上9點 用電離封之後 再降載停止發電 而到了夏季用電最高峰期的時候 總共是3100萬千瓦以上的用電 我們用兼載電力也就是抽絮水力 汽渦輪機來提供 或者是補充電力的光電還有風電來支援 但是我們再來看看上週五的用電曲線圖 機載電力的核能機組燃煤機組 它才提供了1300萬千瓦 距離最低的用電量的2500萬千瓦 還差了1200萬千瓦 所以昨天最低的用電量有一半以上 是用中載電力的燃氣機組來補足的 院長你發現了沒有 問題就在這裡啊 中載電力的燃氣機組 拿來當作機載電力使用 我曾經問過台電 原本每天清晨深載發電 晚上9點降載停電發電的中載電力的燃氣機組 現在拿來當作機載電力 那我們這樣子長時間連續運軟發電使用 這不是常常會讓我們的機組壞掉嗎 而台電他非正式的向我說明 他說非核家園已經讓核電機組逐漸出意 空污嚴重又不能夠增加燃煤機組 所以呢中載電力的燃氣機組把它拿來當作機載電力使用 這是不得不的做法 但是為了解決燃氣機組長時間運轉他非常容易故障的問題 台電呢已經把燃氣機組把它小型化了 比如一座一百萬千瓦的大型燃氣機組 把它化為四座五十萬千瓦的中小型的燃氣機組 兩座上線運轉發電 兩座有可能故障有可能在維修中 美其名是分散供電 實際上卻是用兩份的機組發一份的電 院長這是非常勞民傷財的笨方法 但是他的確能夠防止大型機組故障停電的影響 其實呢我並不怪台電使用這種勞民傷財的笨方法 因為為什麼上層的能源政策不能檢討 下層的執行呢就只能夠拼勞命的來補破啊 來補出需要的電 我要提醒院長的是 夏天的用電高峰期馬上就要來了 每天中午過後的用電的第一高峰 動輒他會接近四千萬千瓦 太陽下山後的第二高峰也逼近三千七百萬千瓦 而第一高峰還有光電可以補充 第二高峰如果缺了光電 排電的發電量就捉襟漸走了 我也聽說近幾年來已經到廚藝年限的老舊的火力機組都沒有廚藝 把它保留當作什麼呢 當作被緣的電力 於是為了要補足太陽下山之後的光電的缺口 老舊的火力機組就求火力全開 於是夜深人靜的時候呢 空污泥曼清晨醒來的時候 張空氣已經吸足吸飽了 而我在這裡要請問院長 我們的能源政策真的不能夠檢討嗎 謝謝委員用這麼樣的分析 確實是一種說服力 可是這個全球2050的近年碳排 也是要排除藍美的 那這些甚至連燃氣都是不希望 這世界是往這裡走 因為過去我們對於地球的愛護 確實不夠 那現在全球是往這樣走的 不是只有台灣 所以應該要怎麼樣做 確實有其兩難困難 但是就是 謝謝院長你的回答 我記得兩年前我曾經在這邊質詢您 砍百萬顆樹重電這算綠電嗎 當時我就曾經建議院長 我們的能源政策 我們的產業政策 我們的環保政策 應該要來合併思考檢討 否則呢就會出現了 為了綠能光電要砍百萬顆樹 這樣荒誕的計畫 現在為了非核減煤 我們把中載電力的燃氣機組 拿來當作機載電力使用 這些非理性的措施 其實呢才是真正導致各種奇怪的停電 斷電的狀況 而我們部長幾年 一直來告訴我們說 不缺電 可是我們看一下 在台美國商會的報告 兩年都說台灣會缺電 部長你告訴我們說不缺電 但是我們工業籠統的工總理事長 王文淵他講 跟政府說會缺電 說了也沒用 他乾脆辭了理事長他就不幹了 而部長你又告訴我們不缺電 可是看一下 台北市有21處的大型開發計畫 已經發建造了 但是他卻被限電 這嚴重影響了都市的建設 而部長你又再告訴我們不缺電 而我們停電救援用的工業用的 柴油發電機 賣到缺貨了 院長您剛剛說 能源政策要跟著全世界走 我現在告訴您 其他國家的變化 世界是一直在變化的 先進國家的能源政策 也一直在滾動式的檢討修正 為因應靜零碳排 我們看歐盟 歐盟他準備把核電列為綠電 為了因應天然氣的價格高漲 以歷史他原定2025年要 廚藝的兩座核能電廠 也就是七個核子板印爐 他的研議運轉到2035年 我們再來看芬蘭 芬蘭他將啟用新的核能機組 英國他將增建核能電廠 而我們最喜歡比較的我們的鄰居 日本311福島核災之後 他停止用核電 他改用了天然氣發電 但是三年之後 因為用不起非常昂貴的天然氣 日本現在又重啟核電了 院長我真的語重心長的要說 台灣如今有非常多的問題的根源 其實都在政府的政策 缺電 政府用電價動漲 輪流停電 或者是懲處基層的方式來卸責 我認為政策如果走錯了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回頭 重新來畫一套路徑圖 而不是政府一直告訴人民說不缺電 可是人民卻在缺電當中 每天提心吊膽的過日子啊 院長 我講了很多其他先進國家的例子了 難道我們不能夠檢討 我們的能源政策 產業政策 環保政策嗎 謝謝委員 確實這是思考的一個方向 委員這樣講 不過委員裡面所在在強調核電 最痛苦的就是那個核廢料 尤其過去把人家弄到 我們原住民鄉親的蘭宇區 一直被抗議 那現在無處可去 這也是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啊 院長你可能不知道 現在的科技已經可以把這個 所謂的這些核廢料把它壓縮成很小 而且呢也能夠放在核市場 好了院長我認為啦 政治理想不能夠拿來當作政策實行 否則就如我如果拿理運大同篇當作政策 那不就實現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理想社會了嗎 非核家園是民進黨的理想 但是理想拿來當作能源政策 就變成八成火力發電的烏煙瘴氣的台灣 而這個過程當中還不斷的在停電 所以理想是不可以當政策 就好像理想不能夠當飯吃一樣 那麼簡單 非核家園 當然依然是民進黨你的理想 但是能源政策因不斷的檢討 調整 然後這才能夠符合到整體社會的期待 我剛剛提到了那麼多限進國家了 所以院長你現在給你一點時間 能不能好好地再思考 我們不要再繼續停電斷電 所以我們花幾年的時間 把我們的能源政策 把我們的產業政策 把我們的環保政策 好好地再重新檢討一遍 這應該的 隨時要檢討 也不能 有時候確實技術有進步 比如如果有新的儲能等等 這都是也應該要學習 我今天非常高興聽到蘇院長 你能夠在這邊跟我們的大家談 以前錯誤的政策 我們馬上修改 跟人民道歉就好 我覺得這是有擔當的政府 我也佩服您 希望院長你能夠把今天我們的質詢 回去讓蔡總統知道 不要再堅持他的理想跟理念了 最後院長我要花一點時間 在這邊表達出我的抗議 今年來本席向台電調資料 出現了一些狀況 他不只是拖延時間 而且他提供我的資料 也是答非所問 就如剛剛前面的 林維州委員講的 不回公文 經過本席私下的了解 從去年兩次大停電之後 經濟部 我不知道是不是王部長你下令的 你下令台電 只要是立委調閱的資料 要先送到經濟部核准之後 才能夠提供給立委 院長 如果連我們立法委員 調閱資料都要被管制 是怎麼能夠代表民意 我們來監督政府呢 所以在這裡 我要對這樣的行為 表達我的嚴正的抗議 希望院長你能告訴旁邊的王部長 請他不要再下這種命令 我們是有義務調閱任何一個資料 好嗎 應該部長不是這樣全面封殺 他是注重或怎麼樣 是不是部長要跟你報告 我沒有第一個 我沒有什麼下令 那第二個就應該提供 也公開可以提供的部分 台電去提供 那或許委員要的一些資料 是屬於內部的文件的部分 所以台電有所保留 我想能夠提供的部分 台電應該都會盡量提供 事實上並不是如此啦 這個王部長 我們在委員會裡面 我們也交手好幾次了 有好多事情 你也告訴我們是機密 反正現在只要是不能夠提供的 你們都說是商業機密 我想本席也很了解 但是在這裡我還是請院長 能夠告訴我們的經濟部長 請他以後我們要台電的資料 請他快速給我們好嗎 謝謝